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Raymond 在我身边有个链子今天来找我 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Benny 对对对,今天Benny特别来找我拿东西的时候 就给我抓到他 原来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中了COVID过后的条理的见证 所以这边我就可以抓他来做这个访问 也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见证 那么Benny我想问一下 你是,我听说你是刚刚recover不久吗 对啊对啊 你是几时中的 我是9号中的 2月9号 2月9号 三星管一辣 所以现在是OK了是吗 OK了 Test了是negative了 Test了是negative,安全的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 2月9号那时候还是在过年吗 对对对 你是怎么样发现到 从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开始你觉得 我是7号和8号都有发烧的 然后 就是7号 就是7号开始发烧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你有做Test吗 我有做AntiCare Test 那个Test口水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配喉水的 然后那个Result Result是negative 然后第二天 第二天啊 我也是有做Test 也是AntiCare Test 也是negative OK 那个是在晚上8点 OK 然后因为 自己觉得是不舒服嘛 发烧嘛 所以就 9点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AntiCare Test 是用鼻子的 哦 就是说你第二天 你是Test两次 一次是口水 一次是插被过弄的 对啦 口水的呢 就是肯定是negative的 然后呢 鼻子的呢 一Test下去就两条线咯 就恭喜你 怀孕了 又起了 所以你那时候 你的那个 有什么Syndrome除了发烧 只是发烧吧 发烧而已 只是发烧而已 第一天第二天都是发烧而已 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OK 然后第三天你做什么东西 第三天我就做PCR Test 嗯 然后做了PCR Test 我晚上我就开始喉咙痛 咳嗽 睡不到这样 哦 嗯 OK 我听说你的儿子也是 什么 我儿子也是重了 其实我和我儿子同样时间重 哦 然后嗯 是星期三 第三天我就和我儿子 一起去做PCR Test 所以两个出来的答案 都是positive 所以你你第三天 第三天你去做PCR 的时候啦 那时候是开 早上是OK的 是吗 早上下午都OK的 晚上都OK的 除了睡觉 睡觉开始发作了 对 睡觉你是 磕瘦磕到不能睡觉 有喉咙痛吗 有喉咙痛吗 好像咧了这样 你的喉咙 OK 那么那么 就我 以我所知 就是你在之前 你都有在服用着 我们的Sheruto 这样 before 跟after 你的这个服用量 是几多 然后你有 你有feel到什么 不一样 我平时 之前啦 COVID之前 我是一天 只是一包 早上一包 晚上 缅甸而已 然后 当我发烧第一天 我就吃八包 因为发烧嘛 所以就吃了八包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没有听说八包 对 八包 做我模拟吃这样多 因为我要 要快点好嘛 因为 过年嘛 我都想快点好 快点出去 可以漏伤嘛 所以八包 第一天八包 第二天八包 然后 第三天早上 我的烧已经退了 OK 然后 第三天 晚上 晚上 就来了 就来了 喉咙通了 磕瘦 睡不到觉 但是我也是吃八包 然后就是 第四天 也是吃八包 我儿子 我给他吃四包 你儿子几岁 我儿子七岁 七岁吃四包 那么你 大概 整个过程 大概用了 几多天的时间 我 开始 已经是 变质 如果是讲说 我的喉咙 开始 恢复 好的话 是 第四天的晚上 我就开始 少了 那个 磕瘦了 这样很快 你第一天发烧 你就吃八包 第二天八包 第三天八包 第四天 就八包 第五天 你就开始 有好转了 然后 磕瘦就减少了 不会想说 磕到要醒那种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一个礼拜 有些 其实是蛮久一下 然后 你这样子 意思是说 你是大概是用了 四天五天 四天 左右 四天左右 没有啦 哦 OK 哇 这样子也是很快啊 然后我就没有什么 syndrome的 我吃可以吃 闻可以闻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OK OK 没问题 很有精神 所以 所以哦 它的这个是属于 那个 轻微 但是 那个喉咙要爆掉 也是要死 样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很辛苦 就是那个喉咙痛 真的是很辛苦 磕到睡不到觉 你磕到睡不到觉 简直睡不到 我也 我也可以想象到 没有办法睡觉 真的是很折磨一下的 哎 哈喽 嗨 阿里安娜 有 有 所以 这样子的话 你现在已经是 negative了吗 这样你 你 你现在 每一天还吃多少包 我还是吃 四包的 早上两包 晚上两包 OK 这样你现在 recover了 from这个 covid啊 你还有什么 syndrome啊 有没有什么 后遗症啊 其实都是有一少少的 我的心胸那边 痛 一时时啊 不是说很痛那种 起不到是那种 是一时一时 会有 痰痰痛 痰痰痰痰 就你 你在 covid positive的时候 是没有的 没有痛的 after好了 才会有 对 哦 OK 所以 真的是 不要搞笑哦 真的是那个 后遗症很厉害 真的 真的要去 调理回自己 咯 坦白讲一句话 嗯 OK 所以你在整个过程中 有什么 advice给 我们这边 有一些 听 一些观众 当你知道 有什么 syndrome 发烧 你就 吃多点 其实是 吃多点 露多咯 坦白讲一句话 是帮你 调理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还有 最主要就是 你吃 sangosobo 他妈讲一句话 因为 当我们 发烧的时候 你是去不到 厕所的 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 sangosobo 是帮助我们的 那个 调理 给我们 方便 去厕所 所以 真的是 很需要 调理自己 哦 OK OK very good advice 所以真的是 当你觉得 你 你 平时都是 有maintain的 然后遇到 一些比较严重的 这个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大量 去服用产品 对不对 这样 我们不是说 是先单 但是最起码 你可以recover的 很快 对吗 肯定 是实在 所以其实 其实真的很好 我看到他整个人 好像normal这样 还是很壮 很fit这样 OK 所以 这个就是他的 这个很好的 这个见证 也给大家一个 一个建议 for一个fast 对 林凤讲 very fast recovery 那么其实 还有透一点点时间 一分钟时间 我刚才也是听到 Benny讲了 他有一个很好的 我们的 Aulora Sox的 这个见证 所以你是 什么问题 因为我儿子 比较重 他七岁 已经有了 33kg 真的是很重 三包米 然后我就 有包 他包到 我的手 手臂那边 伤了 所以我就 拿那些 比较 重 不是重 就是说 拿一拖蛋 我都会痛的 痛的 那个 一拖 该一拖 是30粒的 还是10粒的 一拖是30粒的 我的手 我的手都会痛的 他妈讲一句话 所以去年 我就买了 Aulora Sox 剪了前面 然后拉着 拉到我的 手臂那边 睡觉 我只是放了 三个礼拜 然后 就没有放了 过后到现在 我都没有痛过 你的那个手臂痛 还是痛了 几久 痛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 是吧 哎呦 你要cock 一年多了 你还不可以 去找办法 不过痛了一年多 他套那个袜子 Aulora Sox 然后convert 跑去 拉上去 竟然是 三个礼拜 就可以recover 真的是很好 真的 真的是好 所以 今天也特别 感谢 Benny 特地过来 找我 拿东西 也特别 感谢他 愿意做 这个interview 谢谢你 谢谢 希望大家可以 这个interview 可以帮助到大家 谢谢 拜拜